想遇国际的小提琴大师林昭亮 这次又回到台湾来 参加一年一度的台湾国际客家文化艺术季活动 去年林昭亮同样在艺术季上献议 得到相当大的好评 周日将与弟子林世凯共同合作演出 用小提琴打响艺术季的第一项罗 在新竹演出永远是对我来讲最特别 最有感情 最有温暖的这种 回到家乡的感觉的这种心情 然后我知道新竹的文化中心的效果 影响效果非常好 设备非常好 所以我对我自己的家乡的成就 也非常值得骄傲 所以我希望礼拜天能够 跟大家一起做成一个很好的 在文化成就上面的一个共鸣 客家文化充满独特的魅力 这次特别由实践大学设计 具有客家风格的服装 并邀请伊林名模进行创意走秀 融入客家元素的服饰 穿在模特儿身上 优雅高贵的气质 果然成为全场焦点 一年一度台湾国际客家艺术节的活动 又要展开 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在我们文化局来做这个开幕的活动 那今天的开幕仪式的活动 就非常非常的精彩 我们一开始就看到实践大学的 这个老师跟学生带来非常精彩的 利用客家花色来做的一个服装秀的演出 那另外当然我们阴阴期盼的就是我们新竹的子弟 我们林昭亮老师跟他的学生 带来非常精彩的这个三重重的演出 我想所有的贵宾都跟我一样 在刚刚的聆听觉得意犹未尽 那大家不必失望 没有听到的人也不必失望 在这一周礼拜天的晚上 在我们文化局演艺厅 昭亮老师会带来非常精彩的一个演出 所以在这里诚挚的邀请大家 在本周礼拜天的晚上 我们一起在文化局 东大陆旁的这个公园 一起来欣赏这么精彩的一个演奏 今年的客家文化艺术季 除了音乐饗宴客家服饰以外 还举办艺术论文研讨会 客家文化展客装文化商品等六大类 展现客家文化精髓的一面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 请订队访问